大家好,我是阿彦,我是卡古,我是Semi,我是Iris,我是阿彦 組成了四年,Semi和我四年,阿彦和Iris已經三年了 怎樣由來呢?我看他們不同場合的表演 然後跟他們討論,找了他們回來,然後一起訓練,學唱歌 然後到現在,終於到你一刻可以一起出道 法事MV當中的苦力,我最記得,我不知道要稱之為痛苦還是開心 但我覺得是開心的,因為當時我的所有人穿好衣服 站在場地那裡,看到很多工作人員很努力幫我們工作 當時,有一位工作人員走過來跟我說 他說,你看看,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你們而慈 當時我整個身體都起了 因為我們經過了四年的努力,終於走到這一步 終於看到,我們的努力是有成果的 我自己一輩子都會記得這個畫面 那Iris呢? 我自己最深刻的是,我的體溫一定很高 因為我穿得太多衣服,他們是很冷,我是很熱 對,很多衣服 你看她的最順便知道 那Iris呢? 那Iris呢? 我最記得有一場在桌球台上拍攝 那時我突然露出一個很驚訝的情 其實就是因為,我當時為了這個MV 剩下一個超長的指甲 超閃,超多鑽石 就是因為桌球台很好玩,很忘形 然後啪聲,打到上面盞燈 然後轉角就飛走了 飛走了 不見了 到現在就不翻 那我呢,因為之前都拍過很多不同的MV 但是,會發覺很不一樣的就是 在團隊的時候,跟個人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導演也會在拍攝上面 他會在我們拍攝第一個場景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在準備第二個場景 他將所有的拍攝時間縮斷了 還有,你會看到MV裏面的所有的佈置 全部的東西 他們是很精靜的 很精靜的,很有花心 很細心的 所以一定要留意自己看